黑糖的味道 它那個黑糖的味道整個就是 善俊尼的口腔 連那個饅頭本身都有黑糖的味道 就是鳳梨 辣麵甜豆 它沒有嘗到很鹹 它沒有嘗到很鹹 它有廣布的香味 辣湯底啊 或者是中藥味道 中藥那種 它的鴨蟹煮起來 就會有一種淡淡的甜味 我在澎湖當邊的男友推薦的料理 很大欸 它那個雞腿太大了 男朋友說一定要吃超級好吃 這老闆很會炸 這家鵝仔豬真的是超好吃 好嫩喔 好嫩喔 它牛豬的茄桶蛋 用料很自然 它的肉都那麼大然後那麼厚 南湯很滿味 早上喝好滿味 嗯 牛豬味很濃 它很吃鹿 算它它一米花都很長 但是它還是滿脆的 你看肉丸 對啊 炸的肉丸 好好吃喔 好濕潤喔 好膩喔 它那個黑糖的味道整個就是 散去你的口腔 點那個饅頭本身都有黑糖的味道 我覺得它這樣中間加爆加很好欸 就不會吃到很夜 它都會好喝喔 豆黃西桌 要把一點甜蜜蜜 甜蜜蜜蜜 我們來這間叫巴士麻辣 這個Google上面的評價超好 比例非常高 它總共是分午晚餐 然後各有兩個價位 這樣是茶蘭果的評價 然後再來是 它不收很費 但是它服務還不錯 菜它是推一個很大的推車 過來讓你選 可以選得很像鍋 斷很多 但是我覺得這個推車還蠻酷的 很有創 它這邊是原陽鍋 我選的是麻辣糖 還有分骨白糖 它沒有糖到很鹹 它沒有糖到很鹹 真的有糖味的香味 很好喝 我們這個糖味有夠爽的 好甜喔 麻辣湯底啊 或者是中藥味要重的那種 它的鴨蟹煮起來 就會有一種淡淡的甜味 小辣不會太辣 我真的好喜歡吃 這是他們店的招牌 它叫豆皮脂 然後它就是放進去涮一下 讓它吸到醬汁就可以了 這個奶湯就做得很好 我們剛剛已經驚嘆過它的湯了 它的湯就很好喝 然後我覺得它的豆皮脂 它的口感還蠻特別的 有點像在吃豆腐 有點像在吃豆皮 有點像在吃麵 很豐富的一個口感 謝謝店家招待 好好吃喔 這間也都是在地的奶湯 很清爽 大苦湯再加肉燥 它的海鮮也蠻鹹鮮的 下次也是代客的 蒜味很爽 加強嗎? 對 還不錯,這點還不錯 什麼餅啊? 為什麼買完就忘了 鯨魚腦 名氣餅 這間可樂餅是我們去吃香味的時候 發現的新開的店 還蠻新的 3月25號開的 我看老闆是日本人 我跟我有賣兩種 一個是可樂餅 一個是名氣餅 這個是名氣餅 很原味 沒有什麼多餘的調味 它裡面的肉丸子 非常多汁 然後外面的皮就炸得很多 可樂餅的話 雖然也有主角肉 但是它的主體比較偏馬鈴薯 真的好原味 這是馬鈴薯的原味 它的料非常多 然後皮很濁 所以這樣一咬之後 它就會整個爆開 然後它還有賣超酷的 老闆自己煮的可樂 加上當地的仙人掌果汁 上面還貼這個大汁可樂 超可愛 很傳統的可樂 就會有點像感冒湯漿 那種 聞起來就有一個同樣味 它是真的有療效的可樂 然後這個是風如蘇打 我之前就有喝過風如茶了 因為它之前有帶回來家裡過 它喝起來會有一種 薄荷般的涼涼的味道 因為它的茶本身就是帶有一點 涼茶薄荷茶的味道 然後再加上氣泡水之後 就變得整個就是很清爽 不過我覺得如果沒有喝過風如茶的人 可以試試看 就是它如果加氣泡水 我覺得還滿好入口的 如果真的夏天喝也很爽 對對對 天人菊鮮味這個名產店啊 是我男友推薦的 每年來的時候都是跟這間買 老闆娘人超好 它除了就是價值上的價錢之外 也會另外再算折扣 什麼都有賣 什麼都可以試吃 然後服務態度還滿好的 大家如果就是有來朋友的話 可以跟這間買 大家我已經到機場了 我們的四天三夜的澎湖美食之旅 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別忘了幫他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開啟小鈴鐺 可不可以出貨發片通知 如果我想看更多這種 吃吃喝喝的Vlog影片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是Sindy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好燙喔 好燙喔